嗨,大家好,我是满满 这支视频是关于制作一款口感非常绵软入口即化的抹茶清风蛋糕 和网红饮品知识美美 这款蛋糕是后蛋法制作,空气感很足 适合沾取奶油或者奶油淋酱 而不太适合做奶油抹面的蛋糕配 我会把材料配方用量写在介绍栏或者是评论区 操作手法我也会尽量的说清楚 做蛋糕第一件事情先打开烤箱预热 温度设定为340华氏度或者是170摄氏度 开始预热 最好使用常温鸡蛋 将蛋白和蛋黄分离开 蛋白放入冰箱冷冻区 抹茶粉在油中比较容易化开 为了防止抹茶味的甜品口感不细腻均匀 我们先在碗里称好配方份的油 用微波炉加热10秒 将抹茶粉倒入到油里 用小蛋抽或者是茶馅帮助抹茶化开 接着称取牛奶 在微波炉里加热10-15秒至稍微温热的程度 加入到化开的抹茶的油里面 继续用小蛋抽搅匀 然后把滴粉塞进来 蛋抽用前后或者是左右滑的方法 让面粉和液体混合 不可以用滑圈的方法 那样会导致蛋糕起筋不长不高 蛋黄加入10克的细砂糖 用电动打蛋器打到微微泛白 加入到面糊里 以同样的手法拌匀 现在我们开始处理蛋白 这款蛋糕的蛋白不需要打到干性发泡 中性程度就可以了 细砂糖分三次加入 一般戚风蛋糕的蛋白打发 都在这几个节点加入砂糖 一是出现鱼眼泡的时候 二是泡泡均匀细密的时候 三是蛋白霜出现纹路的时候 打好的蛋白取三分之一加入到蛋黄面糊里 比起挂刀 我更推荐用蛋抽做混合 蛋糕的口感会更加均匀细腻 手法采用翻拌的方法 每一次下去都要能抄底 混合好以后把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蛋白也加入进来 一样的方法尽快混合好 接着就可以倒入模具 戚风蛋糕的模具注意不要使用带不粘涂层的模具 这是我看到许多人都会犯的一个错误 我也曾经犯过 进烤箱之前稍微摔一摔它 让它把气泡震出来 放入烤箱 烤箱降温到305华氏度或者是150摄氏度 时间设定为35分钟 这个时间里我们可以收拾整理刚才用过的工具 同时准备一只量价 蛋糕出炉之后将蛋糕倒扣在量价上 冷却之后呢就可以脱模了 顶部不会爆头 这个蛋糕分层工具我用了七八年了 品牌是Wilton 调节到最下面的刻度 从下往上把蛋糕片层三片 可以看一下最上面一层蛋糕片的气孔 三块蛋糕片的顺序要记住了 然后拿五六个草莓切丁 这是打发用的淡奶油 裹和无糖草莓冻干粉 吸砂糖 打蛋盆和打蛋器 淡奶油 草莓冻干粉 吸砂糖一并加入 先用手速混合再中速打发 之后将草莓丁加入到打发好的奶油里拌匀 找一个碗口和蛋糕模具口径一样大的圆底碗 和一个比碗口略小的切模 刚刚切出来最上面一层的蛋糕片切出一个圆环 实心圆的部分不需要 把中间层的蛋糕片铺在碗底 再将圆环夹在上面 接着在中间填满草莓奶油 之后盖上最底层的蛋糕片 用一个大一点的平盘盖在碗上面 将蛋糕翻转过来放入冰箱冷藏两个小时以上定型 定型好的蛋糕取出来 如果喜欢吃奶油还可以在顶部和外层做奶油装饰 我喜欢稍微清新一点的 就这样可以了 我们切开来看看里面 这样的蛋糕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 现在你学会了吗 接下来我们聊聊芝士美美饮料的制作 制作一人份的茶汤 我用了又小又深的锅 里面装了150克清水 需要用碳蒸温度计测温 煮沸关火等待降温 温度降到85摄氏度 倒入茉莉绿茶5克 用勺子往一个方向搅8次 注意力度 搅的目的是为了让茶叶舒展 加盖离火 焖6分钟 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制作奶盖 芝士和牛奶称在一起 用电动打蛋器打匀 对口感要求严格的话 可以用均质机 淡奶油和炼乳称在一起 搅打相融 接着把两组材料混合一起 再加入两颗的海盐 推荐法国研制花 在之后的关于烘焙的视频里 它还会经常出现 用打蛋器把所有的材料混合物打到半发 奶油仍然要保持一点流动性 放入冰箱冷藏保存 密封的话可以保存三天 料理杯中称100克冰 锅滤茶汤倒到料理杯中 注意不要挤压茶叶来滤汤 会把色味带进饮料里 把料理杯盖上静置等待冰化 差不多的时候呢 往料理杯中加入180克的冰 8个去地的鲜奶油草莓 裹糖浆或者是我推荐的这款有机糖浆 28克 然后用料理棒混合 混合好倒入杯中 再将刚才制作好的奶盖 加在上面就完成了 要不要这样的组合来一份下午茶呢 下午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